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中市聚办2019年东亚清运资格,在中国施压之下,忽然遭到粗暴表决取消,引发全国愤慨。 目前,台中市长林家龙已经决定在今天提出身负,面对此一事件,师大政治系教授范士平发表评论, 只如周子瑜事件翻版,等于帮林家龙助选,卢秀燕成为最大苦主,卢秀燕应告习近平意图使人不当选。 范士平在脸书贴文指出,东奥公投证明是民间推动活动,还没通过,不解中国为何急助出手。 本来只有10万人联署的活动,一下子知名度大增,通过门槛的可能性大增,预计到8月能达到28万人联署。 范士平指出,中国打压台湾办东亚清运的手法,如同周子瑜事件翻版,等于帮林家龙助选,卢秀燕成为最大苦主,并恭喜家龙兄连任成功。 卢秀燕应告习近平意图使人不当选,范士平更酸中国体育总局愚蠢,半蠢事,本来是想拍习近平马屁,打压台湾,结果,台湾人大反弹,帮助林家龙连任,帮东奥证明有机会过关。